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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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讲起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是生死大问题 这是宇宙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说这甚至是最大一个问题 是唯一的问题 你觉得耶稣是谁 你说耶稣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就表示你是上帝的仆人 是上帝所使用的 基督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仆人 这个头衔可以用在很多人身上 先知君王祭司都是 不过在基督教尊敬耶稣以后 这个名称就专门用在耶稣的身上 但原来基督就是受高者 就是上帝的比较正式的仆人 那这里表达出来 你是上帝的仆人 你来做上帝 要你做个工作的 我们可以说这里表达出 耶稣的人性 虽然其实人性神性不能分的 因为是上帝的仆人 下面呢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那永远存在上帝的儿子 那也是耶稣就是上帝的 永生的独生子了 一个人能够认定 耶稣是神又是人 他是神而人来拯救人 来带领人归向上帝 每个基督都应该看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光照 没有上帝的帮助 没有一个人看得到这一点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 西门巴约拿是 西门彼得的名字 他讲得稍微慎重一点 哇 彼得先生 这是他的学生 他不必讲先生 我只说这句话太慎重了 所以耶稣讲得很 很郑重 你是有福的 你真有福啊 各位什么样的人有福呢 你回答对了这个问题 你就永远的福气 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个福气才好 是上帝给的 这不是任何一个受造物 这属血肉的 这不是一个任何受造物 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天使 我要认识耶稣 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都需要圣灵来指示 事实上最伟大天使 宇宙万物中任何一个东西 最大的心灵 最聪明的人 如果不是上帝的光照 不管哪一方面光照 什么都不能存在 什么都不能知道 什么都不能做 那要认识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那就更需要上帝的光照了 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讲简单一点 这个秘密啊 谁都不会告诉你 只有我的天父才会告诉你 所以人要认识天父是谁 上帝是谁 非借着基督不可 耶稣说的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认识父 你要认识上帝啊 犹太人是不能认识的 因为他不认识耶稣 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认识 因为如果不是耶稣指示 你不认识上帝 那耶稣又是谁呢 如果不是上帝指示 你也不认识耶稣 你不会看到 耶稣就是独一的救主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磐石上 你既知道我是谁 我就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磐石上 彼得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那个磐石 我们以往对这个 磐石这个字指什么 基督教有很多 不诚实的讲法 说这不是指的彼得 这是指的彼得的任性 这不是指的彼得 这是指的耶稣 但是现在 这几十年来 基督教终于慢慢承认了 这个磐石就是指的彼得 这没有什么 对我们的信仰 对基督教信仰 没有任何的损害 因为耶稣是这样说的 教会象征性的 用一个建筑物来表达 教会不只是建筑物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怎么会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是神的家 怎么会是一个建筑物而已 但是他用建筑物来表达 建筑物需要基础 那个基础是彼得 当然圣经也有讲 那个基础 那个磐石是耶稣 对没有冲突 耶稣是磐石 是任何事情的基础 但是当上帝 具体要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 他是建立在使徒上面 而使徒领袖是彼得 建立在使徒上面 以夫所述有讲 建立在彼得这个使徒上面 整个使徒现在你可以看到 就彼得成为这个新以色列 新的十二个支派 新的十二个使徒的带领者 领导者 彼得没有任何可夸的 如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头头都没有可夸的 那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上帝的确使用了 这样的受造物 所以神使用彼得 耶稣使用彼得 来把教会建立起来 这是很好的 我们说了 不要讲到罗马教会 后来的发展 单单就在使徒新传里面 彼得是承受了这样的角色 不过我们也很承认说 彼得是一个很可爱 上帝所使用的人 但是的确 第一个他的权力 后来慢慢交给雅各了 我们在使徒新传 在加勒太书都可以看到 雅各逐渐取代了彼得 雅各也会被别人取代的 事实上当圣经完全写成的时候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 人的使徒了 有圣经就可以了 那个神就借着圣经 保守教会 让教会不会走偏了 那么有人间的权柄 这一点都没有关系 不妨碍耶稣是最大 是独一无二的权柄 但是这里也讲到 神要使用人 彼得是这样的人 我们很感谢主 彼得不是很出色的人 甚至彼得应该 远远没有保罗出色 但是神使用了他 我们就感谢主 神使用平凡的人 神使用以色列这个国家 也是一个平凡的 从而小国 把他的律法给他们 就如同神使用了彼得 把教会 有形的教会 无形的教会 在耶稣死后 复活升天 因着圣灵的降临 让那个教会 能够开始广传耶稣 能够站立的尾 教会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原文作阴间的门 这个门呢 当然我们中文 把它改成权柄 也是很恰当的 就是阴间的权力 那个门常常是权力 门为你开 就是权力为你服务 门为你关 就是 如果讲正面的 就是保护你 负面的就是 不让你做事 总之门是指权力 阴间的门 在耶稣面前 没有力量 阴间的门 打开一大堆 妖魔鬼怪 像这些疾病啊 这些死者 好像潘多拉的盒子 打开 不会伤害到教会 不会消灭这个教会 阴间的门关起来 抵挡福音的进去 不能 因为上帝的道 有力量 可以攻破阴间的门 不管阴间的门 打开出祸患 或关起来 防止福音进去 通通都不行 这个世界 在阴间的门之下 但是福音会胜过的 阴间的门 不能够胜过教会 我们感谢主 各位 你我都知道 教会很软弱 尤其在台湾 你我都知道 你自己的教会 很软弱 很多错误 那就不止在台湾了 教会 包括在 我们后来 在新约里看到的 包括我们在旧约里 看到的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旧约教会 教会就是新约的 以色列 我们人都有好多软弱 好多缺点 甚至有败子在其中 但是真教会 会进行的 而且真教会的进行 是跟着这个 有形的教会的 有形教会里面 有真教会 我们感谢主 请你不要为教会 绝望 因为就算牧师 就算长老执事 就算会有 怎么不好 上帝人人在其中掌权的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 给你 简单地说 教会就等于是天国 各位我知道 你看很多的书 会有很多的解释 我认为圣经里面 正统的教会也认为 教会就是天国 或者就是天国的 相当的彰显 起码在现在 我们几乎可以说 画等号的 尤其如果我们讲 教会是 无形的教会 教会就是天国 教会就是天国 在地上的呈现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 给你 其实那个门 钥匙都是指的权柄 我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 给你 但是跟上面的门 不太一样 各位 这里的钥匙 有一点像 不是开门的钥匙 而是开架的钥匙 开锁链的钥匙 这个世界 好像被阴间锁起来了 这个钥匙 带来更大的权力 教会可以把阴间 对人的捆锁打开 教会也可以把人绑起来 那么教会把人打开 就是让他听到福音 得到释放 脱离律法 罪恶 死亡 的挟制 变成一个自由 有生命的人 教会务必要传福音 教会务必要传扬耶稣 把这个在世界上 被绑起来的人 打开 那么 凡地上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 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也要释放 那什么叫教会 也捆绑人呢 当人受到教会的制裁 他不肯悔改的时候 教会 不禁止他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那么他就被捆绑了 这里天主教解释 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被教会除名了 他天上也被除名 将来上不了天堂 这个解释有圣经的根据 我们不能否认 如果我们再一次说 如果那教会是指 无形的教会 就是真教会 而不是有心教会 就是真假都有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不太相信 今天教会除名一个人 任何一个地方教会除名一个人 那个人就一定是 跟天国无分了 可能是教会的错 但是我们会说 教会的确有这个权柄 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 那个大能能让人得到释放 而当你拒绝上 教会所传的福音的时候 你就被捆绑了 你自己的不信 让你被捆绑 你背逆教会所传的福音 这你被捆绑 你背逆教会的权柄 你被捆绑 然后当下耶稣 祖父门徒 不可对人说 祂是基督 这里呢 你看耶稣是不是小气 耶稣是不是在讲一个专利 一个秘方 好像是可口可乐的秘方 或者某些电脑城市的秘方一样 是不能被看到的 是不能公开的 有人也这样解释过基督教 可我们基督教 有些很神秘的地方吗 没有 你说有哦 耶稣有的时候 带着几个核心同工 到了山上讲一些秘密话哦 然后在这里也是 耶稣不准人 把他是基督讲出来 耶稣还有讲 然后耶稣也不准鬼这样讲 好像鬼要把耶稣的身份 透露出来 而这个透露出来的 耶稣这个神秘的身份 是不应该被人知道 各位这些都是错误的了解 我们基督教没有什么神秘的 我们基督教的神秘 正是在我们明明白白讲出来的 就我们明明白讲出来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为我们最死的复活 这明白 这没有什么秘方 但是呢 这又是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 就是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这个就成了一个秘密 就是你看不到 当我们说耶稣是上帝儿子 你不相信的时候 耶稣是上帝儿子 这么清楚的一件事 道成肉身 呈现在你面前 记载在圣经里面 而且教会跟你明白清楚讲的时候 你却完全不相信 这就变成一个奥秘了 这就是马丁路德讲的 上帝把自己显出来 就是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反而隐藏起来 对不信的人来讲 显出来上帝 那个马巢里的婴儿 死在实际上 耶稣怎么会是上帝呢 所以耶稣越把自己显得清楚 对不信的人就越隐藏了 上帝是显出来的上帝 但对不信的是隐藏的 这里说不可对人说 他是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人对耶稣是基督 会有个错误的想法 他们以为基督就是 一个伟大的君王 那么如果现在 门徒天天跟人家讲 哦 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的主人就是基督 我们跟随就是基督 不只是以利亚 不只是那个伟大的先知 不只是耶利米 不只是施西约翰的复活 就是那个 要扫平群雄 让以色列复国的那一个 那如果这样讲 没有错 可是人会会所以 人会以为耶稣 第一次来的时候 真是用强大的刀枪 来消灭人的 用强大的刀枪 来扫荡群雄 成立一个政治国度的 不是的 耶稣不要人有这个误会 所以说你们不要讲 因为你讲出去 人家一定有这个误会 所以不要讲 所以耶稣讲 不要说我是基督的意思 就是对那个 会把耶稣产生错误印象 而狂热要来跟随耶稣 不过是要借着他 来建立一个地上国度的 那会害人的 可能犹大 耶稣的门徒犹大 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不是耶稣的错 耶稣拣选他做门徒 耶稣什么事都不会犯错 是他自己犯错 是他自己 用他自己的想法 来认识耶稣 那就惨了 哎呀 不是犹大 我们每个历史历代 基督都会这样犯错 我们相信耶稣 可是我们过分地 以为耶稣将来在 新天新地所要施行的权柄 现在就要显出来 这是错误的 各位 我们今天相信 耶稣的国度 是已经显出来 却还没有完全显出来的 已经显了 所以我们相信有神迹 其实耶稣的全能也会有 但有没有完全显 因为上帝的意思 还是要我们 带着信心 不是凭眼见来接受他 所以耶稣就指示他的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去受长老 祭司 文士 许多的苦 长老 祭司 长 文士 这些都是当时宗教的领袖 都是犹太教最熟悉圣经的 可是跟他们的前辈一样 还是不认识上帝 不是凭着信心 不懂因性诚意 拒绝因性诚意 他们不能 这些人不相信耶稣 当然他们有很多坏的地方 他们嫉妒 骄傲等等 但是跟着来讲 他们还是拒绝相信 拒绝承认自己有那么大的罪 耶稣是来救我们 最主要是来救我们的 先不要想 耶稣是要来杀以色列敌人的 我们最重要是上帝救我们 让我们认罪悔改 而不是说要把我们敌人消灭的 耶稣不但不来让以色列复国 耶稣自己还要被杀 第三天复活 你看 彼得刚刚听到上帝的话 听到上帝的指示 说出最有福的话 而且可以建立教会 可是凭着他自己 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马上凭着他自己的想法 好意的就劝耶稣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领导你身上 主 这个事情不能领导你身上 你那么 你怎么可以死呢 耶稣怎么可以死呢 耶稣怎么可以失败呢 耶稣怎么可以被钉十字架呢 各位历史历代 还是太多人有那种十字军的心态了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征服群雄 我们要有最大的势力 所有其他宗教要被我们征服 每个人都要在我们刀剑下 信耶稣 或者在我们金钱下 或者在我们大教堂下 总之我们基督教有最大的势力 所有的电台都是基督教的 各位 将来在新天经济是这样 但在现有的世界里不是这样的 我们总是不是凭着金钱军事的力量 如果神给我们也很好 但是那种力量很容易叫我们堕落之大 所以我们还是以福音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为主吧 甚至我们要完全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愿意舍己顺服上帝 我们愿意为主受苦 我们愿意传十字架福音 我们愿意传基督是主 是全能的主 但是我们得信靠顺服他 而信靠顺服他 在这个世界里面 会经历很多的苦的 彼得说这个事不可以 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可以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要失败 他们不要被人家打败 他们要得胜 耶稣就责备他们 耶稣就对彼得说 撒旦 各位我请你记得 我请你记清楚 你不要有那错误的成功神学 你不要觉得我们在世绝不可以失败 你不要觉得基督教一定要多么的辉煌 只要不传十字架福音的 我们都要被定罪的 耶稣严严的责备彼得 前面才说你是有福 这是天上的指示 后面当然人从自己血气来想 我们不可以走十字架道路 耶稣也不可以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耶稣说撒旦退去 你是伴我脚的 对 你好意的用学生的关系来劝我 其实只是拦住我的 伴我脚的 耶稣没有犯罪 耶稣也不会犯罪 但是他的人性来讲 这里也提出一点 如果彼得苦苦地劝 耶稣会不会也觉得 哎哟是啊 我何必要为人死呢 所以你在伴我的脚 我们不能否认 这种可能性是真实的 只要我们坚定相信 耶稣不会犯罪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君子爱人以德 小人爱人以孤喜 基督徒行事为人 一定要体贴神的意思 不是体贴人的意思 人的意思 彼得劝耶稣不要死 不要受苦 这不是很好吗 今天教会里面 历史历代教会里面 我们对自己 对教会常常都是 体贴人的意思 不管是我想或他想 哎呀 你舒服就好 你快乐就好 我们没有想到 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上帝也要我们舒服 上帝也要我们快乐 但是我们的舒服快乐 必须是顺服上帝的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有问题都在这里 你看 撒都该人 法利赛人 这整个十六章 我们都看到 是在讲十字家道理 他们要看神迹的人 是邪恶的 用物质来了解 上帝话的是邪恶的 是中了法利赛人的面孝 能够认耶稣为基督 这是上帝最大祝福 不愿意上十字架 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 那是撒旦的路 所以耶稣就提醒门徒 二十四节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其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要跟从耶稣 要舍己背十字架 各位就如同面孝一样 这又不能照字面来讲 这一定要照属灵的意思来讲 就是要相信他 不是说我们真的天天 背一个木头的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 也不是耶稣走到哪里 我们到哪里 耶稣根本在天上 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跟从他 那是只要信耶稣 是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救自己的生命 其实自己的生命当要救 我们不是不救 而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拯救 我们自己不是不珍惜 而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珍惜 所以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 那个责备的有两个 一个是自己来救 一个是救自己的生命 一个是把这句话当 我当作阻隔 一个是把这句话 我当作阻隔 都是不对的 我们不要想自己救自己 我们不要想自己做任何事情 上帝帮我们做 我们也不要想 这个自己得到什么 上帝给我们 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点不是悲情 我们不救自己 既不是消极 也不是悲情 也不是绝望 更不是懒惰 而是相信上帝 而会有的积极 凡为我上掉性命的 比得着生命 这意思也不是说 那个只有殉道者才能得到生命 不 为我上掉生命 就是一个舍己的生活 一个顺服的生活 一个相信的生活 是积极 是快乐的 是让自己身体 尽可能的健康 尽可能快乐 但是是顺服上帝的 是相信上帝的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非常显然 你可能可以赚得全世界 赔上生命 所以我们就不能不孝 我们不能不悲哀 福士德的 福士德 哥德的福士德 你赚得全世界 赔上生命有什么用呢 哥德自己不是基督徒 起码不是正统的基督徒 所以他写的虽然很好 很动人 但刚刚好就错了 福士德不必赚得全世界 他如果觉得人生空虚 他不必跟魔鬼打赌 他也不必从女人 从学问 甚至从他最后的答案是 人类彼此相爱 开发还补心身地 他不必从这里找到答案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在于信靠耶稣 哥德不懂 所以这个伟大的巨著 是反基督教的 是跟基督教不一致的 我们相信人应该活得快乐 活得美好 包括物质上的 我们也希望长命富贵 但我们是只有在相信上帝 相信耶稣实价 顺服耶稣实价上面 得到这一切 否则你赚得全世界 有益处 各位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 是有益处的 有今生的益处 但是没有永恒的益处 那就没有价值 有益处 但是如果你说 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生有酒今生醉就好了 那你今生有一些好处 但是你得不到 上帝永恒的祝福 事实上今生的好处 也是那么有限 而基督徒今生来世的好处 都有 只要我们心靠上帝 即便我们今生 还是有物质上 在外面的很多痛苦 赚得全世界 赔上生命没有价值 可是我们常常是这样 赚了赔上生命 连不幸主的人 多多少少也可以理解这一点 就是你赚的东西都享受不到 你有很多 各位 你在公司里最高兴的 就是有研发出新产品 研发出新产品 没人买有什么用 没订单有什么用 有了订单 出不了货有什么用 出了货 拿不到钱有什么用 拿到了钱 你又得了癌症 又有什么用 所以先求神的过后意 否则你得到一切 都是虚空的 愿上帝赐福你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上